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 脸要穷养 心要富养 我们一起来听 自媒体作家王妍说过这样一件事 曾经有个关系不错的朋友 在微信上找他 对方都拉稀扯 欲言又止 干聊十分钟后 他直接拨了个电话过去 朋友这才支支吾吾地讲明白 最近在创业 希望他能帮忙做做宣传 王妍一口答应 接着说 你直说不就好了 又不是什么大事 朋友很不好意思地说 以前大家都在大公司 体面 现在回老家做小生意 不好看 找人帮忙的时候 总觉得面子上过不去 张不开嘴 王妍笑着说 这有啥的 能帮就帮 大家都是朋友 痛快一点直说就行 想起一句话 面子是这个世界上最难放下的 却又最没有用的东西 若你总活在别人的目光里 就活不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行走世间 最高级的活法是 穷养脸面 富养心 作家毕书敏曾写道 太看重一己气劫的人 其实是一种枯燥的自卑 过于维护自己的面子 往往会畏首畏尾 错失机会 当一个人懂得 不再看重个人面子 也就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热播剧《觉醒年代》里 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细节 英国教授克德莱 因无才无德 学风不正 被北大解聘 克德莱对此不服 转头向驻中大英使馆求助 英大使馆决定与北大进行谈判 自此升级为外交事件 郭鸿鸣在英国留学多年 是个英国通 校长蔡元培认为 北大谈判团需要他的加入 于是陈独秀 李大钊 胡适一干 智力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 不得不放下面子 低声下气地去邀请 一贯排斥新文化运动的 守旧派孤鸣鸣 席间 面对老爷子的刁难 冷嘲热讽 他们心照不宣 一一接着 终于成功说服 郭鸿鸣加入北大谈判团 最后赢得谈判 有时候 抹得开面子 放得下架子 是一个人最好的姿态 了想北宋时期 苏氏也曾向正见不合的老对头 王安石低头 当时 苏氏门下有一学士 叫秦官 苏氏对其甚是欣赏 二人逐渐成为挚友 然而 时运不济 秦官连续两次 名落孙山 为了秦官的前途 苏氏不惜 豁出颜面 亲自向王安石举荐 王安石一开始没有理会 苏氏就写信 书云 财难之叹 古今共之 如官等辈 时不亦得 眼公少借齿牙 是增重于世 其他无所妄也 见苏氏如此诚恳 王安石被打动 赏脸看了秦官的辞作 发现秦官确实是个可造之才 便多次在仕途上 助其一臂之力 正如乔布斯所说 聪明人更关注自己的成长 时刻保持开放的心态 而不是捍卫面子 真正干大事的人 从不把面子当回事 面子就像背在身上的包袱 学会卸下包袱 你才能轻松到达 你想去的地方 众所周知 苏氏一生几度沉浮 数次面临危机 他自己也在出到黄州里自嘲 自笑平生 胃口忙 老来事业 转荒唐 但凭着乐观的心态 和潇洒的天性 苏氏很快 入乡随俗 下放到湖北黄州时 由于职位尴尬 俸禄微薄 他无法负担一大家子的生计 幸得一位朋友 替他向黄州太守徐军游求助 从而获得了一块 用于耕种的地 苏氏将其取名为东坡 开启惬意的耕毒生活 他脱下长衫 换上农服 下地劳作 自给自足 在那个年代 一介文人下田种地 是很没面子的事情 但是苏氏却乐想其中 并不在意他人的评价 他有事没事和农夫 聊聊人生 谈谈经验 欣然得很 有人说 真正的富养 不是物质上的收获 而是内心的丰盛流动 唯有内心逢迎 才会热爱生活 才会始终觉得 人间值得 后来 官府打算收回这块地 苏氏不争也不便 转头去附近的沙湖 买新的地 不料走到半路 呼逢大雨 同伴狼狈躲雨 苏氏却漫步徐行 回家后 挥笔写下千古名句 朱杖盲鞋 轻胜马 谁怕 一缩烟雨 任平生 想起一句话 人穷不可怕 精神贫瘠 才可怕 内心富有的人 能孤方自赏 亦能拥抱人群 内心知足的人 能坐享荣华 亦能苦中作乐 相信看过 《扶生六计》的朋友 无不清新 灵秀眷勇的云娘 连林语堂都称赞 她是最可爱的女人 云娘和先生审妇 成婚后 日子虽清平 但云娘却晶莹得 活色身香 在那个保守的年代 她会拟扮男装 去逛庙会 衣服破了 她总能一东不西 保证衣服的干净整洁 有一次 她还突发奇想 做了一个梅花状的石盒 用来放寻常 无奇的下酒菜 内心若从容 往往不会在窘迫时怨天尤人 也不会因暂时的不如意 而垂头丧气 而是无论什么时候 都不忘善待自己 善待生活 就像苏氏感叹的 人间有味是清欢 成年人的世界里 没有多少诗和远方 学会抚养内心 就能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 捕捉美好 探索乐趣 杨将先生曾言 世界是自己的 与他人毫无关系 他还说 人生最曼妙的风景 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世事艰难 从心而行 往后一生 愿你我都能拥有 风盈的内心 和有趣的灵魂 在漫长岁月里 活成自己的光 好了 今天的文章 我们就分享完了 祝你晚安 做个好梦